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奇怪 世界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失焦 太过熟悉的日常 总会让人有点厌倦 你不必为这种厌倦感到愧疚 世界比你想象的更朦胧 也更清晰 去到山和海的身边 发现转瞬即时的光与影 平常无法复制的气与味 在到处之间 找到你 嗯 找到我 找到灵光和火花 再表达出去 进行的 而当你看过远方 你不会再对日常视焦 反而是有了观察日常的 第三视焦 当你想出发 那就出发吧